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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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度 哇 點 倒下去 哇 像樣 像樣 哇 很奇怪 茶溝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你都摸了幾天 你有沒有想過為自己 量身訂做一支 世界級的製琴師吉他 大家好 我是吉他士多的Daniel 在我們吉他士多成立的初期 一直都有一個夢想 就是想擁有一支世界級的製琴師吉他 即是由簡算木材開始 直到整支結他整好 當中每一個工序 都是由製琴師本人去完成 而吉他士多成立的第一天 都是以世界級製琴師吉他為我們的目標 但無可奈何地沒有錢 因為通常製琴師吉他都是不便宜的 初期我們只是研究和爭取機會試琴 飛去日本也好 做音樂會移工也好 我們都只想再接近擁有製琴師吉他這個想法 後來有一次遇到加拿大的吉他大師 Don Ross本人 跟他談了幾句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 他用的是Bellantone吉他 是很棒的 而且一點都不貴的 之後在Don Ross的演出過程中 我們都被他的音樂深深迷倒 同時亦都被他的吉他深深吸引 後來我們發現了 除了Don Ross有用過他的吉他之外 原來Andy McKee都有用過的 加上現場感受之後 當晚我們就決定馬上找Bellantone 我身邊這支來自加拿大手工製琴師 Mark Benetone吉他 Mark Benetone是1973年開始做吉他 而他是屬於比較傳統那類 多年堅持自己一手一腳 親自去完成百多套工序 而他每做一步都是非常之嚴格 是由頭到尾大部分的製作 都是一個人做完 只得一個Logo是用CNC機的 這個做法的好處就是 細琴師在製作上面 可以完全控制每一個細節 發揮到木材的特性 我們一直跟Mark保持聯絡 也有請教過他吉他製作 維修和其他方面的知識 Mark也很好人 也有細心去講解當中的奧妙 其實我們都學了不少東西 而我手頭上這堆木材 都是Mark寄給我們的 可以讓客人看看這堆木材 究竟上了七和沒有上七的分別 同時我們也有磅過 每一塊木材的重量 以及計算過它們的密度 看看它們對聲音有什麼影響 而在兩年前 我們其實已經訂製了一支 我們的Dream Guitar 今天終於到了 就是我身邊這支 Mark Beneter的Custom Guitar Dream Guitar Dream Guitar 大家可以看看 它的面板是用了德國紅爪紋雲纏 大家可以看看它這麼深色的部分 其實是經過烘烤處理 而背側板是用了南美洲極罕有的玫瑰木 而這兩個配搭可以說是極致的 而背板方面 它有一個Beat Rest的設計 再加上這個Arm Bevel的設計 而這個Arm Bevel的設計 其實有名堂的 叫做Laskin Bevel 是加拿大一位制琴大師 William Laskin的設計 這兩個設計 令你長時間彈奏的時候 可以減輕前臂或胸後壓下去的力 令你彈奏的時候更加舒服 而這支結他加了Fan Frag的設計 Fan Frag的設計 就是當你彈結他的時候 你的手指可以不用伸展那麼大 令你可以挑戰更加高難度的曲目 或者當你彈special tuning的時候 你延善可以保持一定的張鈴 令聲音不會因為你tune低而減弱 音色永遠處於最佳的狀態 在外觀方面 它用了蛇目去做包邊和Bevel 蛇目本身是比較脆和容易屈蘭 但Mark證明了它的功 這些位置是做得非常精緻非常好 音樂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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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